有關近期在中國大陸的山東、荷蘭 發現了一種新的可以感染人類的病毒 稱為狼牙病毒 這個病毒目前已經發現有35例的感染個案 其中26位只感染狼牙病毒 其他的9位有感染其他的病毒 這16位出現的症狀包括身體發熱、無力、咳嗽等 目前沒有死亡的個案 那該病毒是屬於負年夜的病毒科 目前追蹤的資料顯示 患者之間並沒有密切接觸史 或是共同的接觸史 推測目前人類感染可能只是偶發性的 散發性的一個部分 有關也有密切追蹤 其中9例的家人跟密切接觸者 都沒有出現這個人傳人的證據 不過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下結論 後續還需要密切的監測 那今天COVID-19新增21771例本土病例 那今晚一路有273例 另外死亡個案有42例 那今天新增的病例數 較昨天多約2000例 那增加10.2% 那較上週日也多了900多例 增加4.5% 那今年到8月6號 本土病例總共468681例 那今天新增了87例的本土中重症以上的個案 那今年迄今中重症總共有21755名 其中8376名死亡 那目前輕症無症狀佔全部病例的99.53% 那昨天6個月到4歲的幼兒 有4216人接種莫德納疫苗 那累計接種有111598人 佔該年齡層的14.1% 那另外昨日總共接種26376人次 疫苗接種人口含蓋率第一劑是92.1% 第二劑是86% 那最佳劑的接種率71.5% 那第二次的最佳劑接種率是7.8% 那今天沒有特殊死亡個案 另有一例兒童重症為M.C 那此例為2歲的女童 沒有慢性病史 沒有接種疫苗 在6月9號確診Cobie 19 7月30號起持續發燒 最高到40.5度C 那8月2號有嘔吐腹瀉咳嗽 那8月4號仍有發燒腹瀉且伴隨腹痛 顧到急診 那懷疑急性腸胃炎住院檢查治療 那住院後也懷疑是M.C 那目前給予免疫球蛋白治療 那截至今日兒童重症總共155例 包括腦炎26例肺炎20例 心肌炎1例 敗血症3例 下吼8例 那家中死亡6例 M.C有88例 共病3例 那其中25例死亡 中文字幕北斗 9、4例 2、3例 主播 3、7、6、1、4、3、4、4、4… 感谢观看